你去講別人的時候 雲豹這邊一連串下來 可以看到出來 雲豹捐給各個 不管吳征、林怡錦、魏雲 然後張嘉玲、陳乃余、戴偉山 林延鳳、李建昌、林亮君、許淑華 許淑華還捐兩次等等 簡淑培、趙怡翔 這一波在講金華城的案子的人 這邊雲豹都沒有少捐喔 賴靖玲 他何止只是雲豹的董事 他對運彩才關心 他還甚至認為說不給他的 是因為民進黨黨中央的 柯建民總召擋他 他還去三立買節目置入 幹自己的總召 這就是民進黨 為了錢什麼事都敢做 同志又怎麼樣 新台幣才是我的同志啊 雲豹是誰 雲豹當然就是以前 民進黨的前立委賴品宇的爸爸 賴靖玲 賴靖玲當然在民進黨以前 也衛軍要職 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雲豹是你們家的企業 他說不是不是 好那沒關係 但雲豹的確 也捐過至少民進黨 1500萬的政治獻金 1500萬在這裡 1500萬 然後呢 也有國民黨立委說 哇可是呢 他捐到這個 有包括裡面有貪毒的 鄉長曾經收到50萬 以民進黨的標準來講 這可是一連串的貪毒鏈 然後這邊也有舉到說 像什麼遠東集團 徐旭東等等 當然我必須要公正的講 加合法合規的政治獻金 就是這個樣 但是呢 你自己看 你去講別人的時候 雲豹這邊一連串下來 可以看到出來 雲豹捐給各個 不管吳征 林一錦 魏雲 然後張嘉玲 陳乃余 戴韋山 林延鳳 李建昌 林亮君 許淑華 許淑華還捐兩次 等等 減淑賠 趙宜翔 這一波在講監華城的案子的人 這邊雲豹都沒有少捐 我剛才講的合法合規的政治獻金 其實我們不要學別人一樣 我們一樣標準 合法合規的政治獻金 沒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在於是合法合規嗎 網路上這邊也有挖出來 政治獻金法的第七條列舉 禁止的第二項明定 與政府機關機構有巨額採購 或是有重大的公共建設投資契約 在履約期間的廠商 禁止 就是說你已經在跟政府 在做標案 在做交易的時候 那你還捐給這些 可能對公家單位 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這可能就有瓜田底下的問題 這個所以雲豹是一個 然後這邊其實還有列舉非常非常多 包括了其他的綠能的公司 就一連串進來 大家會覺得說 那就算我們用合法合規的標準 看起來這個捐起來 好像也有一些模糊的空間 然後接著再講 另外呢 這個黃瓊慧 這個過去可能在網路上當 不管是KOL 或是側翼等等 在前一陣子 這個連政署的時候 他也是第一時間就說我非約談 這個迫不及待 但是呢 結果現在被人家挖出來 你們一下查收入 一下查支出 結果邏輯思考有意說意 就查出來說 什麼 民進黨的議員27天吃了88萬 這個如果以民進黨或是 特意的標準來講 他會選說是黃瓊會一個人吃的 然後一個人在27天吃了88萬 好就算不是一個人吃的 你看27天吃88萬平均吃3.25萬 一天要吃 在一家小吃店 每天要消費3.25萬 然後呢 裡面報的帳目也是 12萬 11萬 4萬 6萬 都是很整肅的 這樣整整齊齊的吃 這樣也會被人家開始檢討說 如果你要刮別人的鬍子的時候 難道你們自己 不是也是這個樣子嗎 這邊我要請教文家哥 就是其實綠油油的公司 不管是個人或是不管是企業 大大方方的捐給民進黨 效忠這件事情 這打算是公開的事實 那為什麼現在好像有個人 或是有企業 捐給民眾黨政治先進 哇這個一定是土力啊 這個一定是收賄 天差地別啊 當然在台灣的政治 民進黨可以做的 未必其他政黨可以做 甚至我們應該有高標準 民進黨可以做的 我們盡量不要做了 OK看這個事情很簡單 這些綠油油很敢捐 民進黨也很敢拿 那這些大額大筆的 而且是整個黨的全面性的 這種捐助 他不在綁個人 這是在綁一整個政黨 台灣最大的執政黨 是可以被特定的財團 透過大筆的捐書 從地方的參選 一直到中央層級的參選 甚至有沒有總統級的參選 這種大額的綁定 是誰在治理這個國家 嗯 徐旭東不是一個特別聰明的生意人 我所知道他對民進黨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感 他為什麼要捐這麼多錢 政治的現實 他不得不捐 我們來看雲豹這家爛公司 就是一個典型的爛公司 所有的過程都是建立在資訊不對稱 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的基礎之上 去烘抬他的股價 賴靖林 他何止只是雲豹的董事 他對運財才關心的 運財 當初運財 我們國家評估過 教育部評估過 我們國家的內需市場 運財的內需市場 大概一家公司就可以了 賴靖林神通廣大 我買的第二金 哦 沒有我不行 他還甚至認為說 不給他的 是因為民進黨黨中央的 柯建民總召擋他 他還去三立買節目置入 幹自己的總召 為什麼不說話不說話 我講這話我負責 老柯氣到不知道怎麼講 老柯還不敢跟他發脾氣 就跟三立的副總講說 哎啊我們不是不認識 也跟你做三天這麼多事情 啊這沒什麼事情 人家拿一些錢 給你買節目 你就給他弄得咪咪咪咪嘛 這就是民進黨 為了錢什麼事都敢做 同志又怎麼樣 新台幣才是我的同志啊 哦那你看 這個更後面你可能會提到 亞彌 他是礦業法最主要的一個針對性 要規範的目標 亞彌捐給民進黨的政治先進 要不要公佈一下 早就有人公佈了 誰拿最多 如果沒記錯的話 林俊憲 俊憲你包含一下 你最多 當初官業法民進黨是怎麼承諾台灣的 台灣這一塊淨土 特別是花東這一塊淨土 我們應該在他的開發上面 應該有所節制 然後在開發的產業別上面 應該有所規範 放屁 公然放屁 現在誰還在為這個事情努力 大概只有民眾黨跟陳佳華 佳華老師在努力 民進黨 你拿錢辦事 他備的代價是什麼 是台灣的環境的沉淪 是台灣人民對政治最後的公信力的 全部拿到馬桶裡面沖水沖掉 悲哀 沒有比這個更悲哀的金權政治 就在我們的眼前在台灣 但是在國民生中 他還是在日本的地方 就是這個更悲哀的 公信家 也來看 你做這些事情 我做的意思 很好